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input input是什么呢 输入的时候 输入的时候我们要求不能输入什么 除数字以外的内容 怎么解决 对 正则 this.value.replace 是不是 this.value等于一个this.value.replace 什么值 输入的值吗 是输入的值吧 输入的值 是输入的值啊 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要直接修改这个 我们把这个值干什么 拿出来 看到了吗 拿出来 拿出来这个值是 当前的this.value 这个正则 先写一个正则 正则是什么呀 这个正则应该怎么写 非数值是吗 是不是非数值 非数值是 写的什么 是当下这样啊 啊 就是上箭头 然后再是一个 0到9 这样写 叫非数值啊 或者还有什么 大地 大地 对吧 非数值 干什么呀 转换为空 对不对 转换为空 然后再把这个值 我们需要转换成什么呀 number number 转换为number 是不是我还需要判断 这个number值 是不是大于99 如果number值怎么样 大于99 我让number值 等于99 如果说number值 小于1 我们就要number值 等于 没错吧 这样写完了 写完了以后 干什么呀 还跟上面这个操作一样 我们也需要让input input点 stop number 等于一个 DIV 然后底下这里做的时候 修改完了 是不是 数值修改完了以后 再干什么呀 this 点 什么呀 stop number 点 什么 site date 里面的值 里面的值 设为多少 number 设为number 这个时候设为number 它就会到哪里了 是不是到这里了 是不是到这里了 一进入到这里 我们就把 DIV的 stop值修改了 并且呢 把它的 value也 修改了 我们看一下 会不会 当我在这里输一个 7 是不是输了 如果输 A 没有替换了 啥原因 我们在这里 看一下这个 是set data 就是写错了 set data 我们看一下这个number 看一下这个number 终于给一下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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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效果吧 敲 敲也没效果 尽管敲 敲也没效果 这里一输 你看这里一输 23 一输 删不掉了 不能到0 能加 但是你要是 再给大一点 20 A 这一加 129 是不是就不行啊 你要把第一个要改了 就是4 6 这可以 然后呢 67 0 就变成99了 对不对 54 点加号 55 点减号 54 哎 棒棒的啊 做出来了 我们发现啊 这个还是跟刚才一样啊 也是修改什么呀 数据影响改变啊 我们再把这一块再给大家 再再再再往下过一遍啊 重新过一遍啊 刚才这个操作重新过一遍啊 来我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这里是创建一个DIV 并且让这个DIV怎么样 相对定位 这个没有问题吧 然后创建一个 LAV的BN 创建一个RAV的BN 创建一个INPUT 三个东西 LAV的BN和RAV的BN 分别放减号和加号 然后设置 BN的样式 针对LAV的BN 针对LAV的BN 都用这个样式 对吧 然后又设置INPUT样式 针对INPUT用它 INPUT的表 Value等于1 默认让INPUT 有一个初始值是1 明白吗 然后再紧接着 把这三个东西 哎 放上去 放在DIV里 就是外面这个大的容器嘛 放在外面这个大容器里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 我们在这个LAV的BN呀 RAV的BN呀 还有INPUT的BN呀 我们都给它 同一个什么 都给它同一个属性 STOP Number属性 它的属性是谁 DIV 就是外面这个谁呀 就是外面这个大容器 就是哪一个容器 是不是就是这个容器啊 是不是就这一个东西啊 就是这一个东西 对不对 就是它这个容器 就是这一个容器 那么这一个容器 放上去 这一个容器放上去 放上去以后紧接着呢 我们在这里 给LAV的BN增加一个真听事件 给RAV的BN增加一个真听事件 给INPUT增加一个真听事件 分别真听是click和input 这几个都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再紧接着呢 我们注意一下 LAV的BN和input 它里面的STOP number 都是谁呀 都是这个外容器是吧 是不是都是这个外容器 好 那么我们会给这个外容器 增加一个属性叫STOP STOP值等于1 STOP值等于1 然后我们都增加了一个方法 又给这个DIV增加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你可以在这里设置属性 当然也可以设置方法啊 是吧 也就是说STOP DATE等于一个 FACTION 等于一个函数 允许你往里头加入一个参数 你一旦掉用这个STOP DATE的方法时 把NUMBER传进来 他就会将 DIV的STOP值 修改成你这个NUMBER DIV就是谁 就是他嘛 对不对 也会将input的 什么是 value值修改为NUMBER 那是不是就会改了 对吧 好 那么紧接着 我们当点击 谁啊 BN按钮的时候 如果是加号 我们判断当前的 this theSTOP NUMBER 当前this theSTOP NUMBER是谁 是不是这个DIV 判断这个DIV的什么 STOP值 是否等于99 如果等于99 就跳出 有人说老师 那你为啥不判断100以上呢 你为啥就判断个99呢 因为这是啥 这是加号 是吗 加号判断的时候 他需要判断100以上吗 不需要 为啥不需要 因为你在这里这么加 累加最大只能加到99 你根本就加不到100去 对不对 是不是 有的人说老师 那你这不对的 你可能在里头输104 然后你再加 那跟他加号啥关系 输104 那就在输的 我们控制去 那加号控制他干嘛 是不是 输的时候 我就不允许他输100以上的 那他还能输100以上呢 根本就不可能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叫分概想 你不能去考虑什么 100以上的 加号它是逐个加 所以只到99 而我们就会把当前的这个值 加1付给谁啊 赛斯大 赛斯特 付给赛斯特 执行 他里面赛斯特 一执行 是不是就将这个值 给赛斯特执了 并且干什么呢 设置input value了 所以这就没问题了 那如果说是我们在这里点减号了呢 就让他减 如果等一就不减了 等一就不减了 下面如果你输入呢 输入在这里判断 先做什么东西 证则去除输入当中的所有的什么东西 非数值 它里面就变成数值了 并且转换成数值型 是不是 如果这个数值大于99了 我要让它等于99 如果说小语1了 我就让它等于1 这样我们把值判断完 然后并且设置当前这个DIV的什么呢 stat date 只等一段 分 number就可以了 分 number都可以了 听清了吗 听清我说意思了吧 好 看起来像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个东西也要让它干什么 独立 让它独立拥有 因为我们将来这个上面会有多个 是不是会有多个呀 我点击加号 我不知道是点的是谁的呀 你能确定吗 你在这里点这个 加减十 你能确定你点的是谁的吗 是不是不能确定啊 那怎么办呀 我们在输入创建时 注意要传进一个什么呀 传进一个date 这个date是谁 就是你当前购物车当中的这个对象 这个商品 商品数据 就是我们刚才建立的什么 商品数据 听清了吗 你把这个date传进来 然后当点击时 注意 当点击时 干什么 写一个什么呢 We are Event 等于一个New Event 等于一个New Event Event当中 这个名字 事件名字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不是ES6 普通的 那写的时候 我们把事件名称写到外面去 写到这里 那写成一个什么呢 Cost 起一个 这个意思叫什么呢 Change 修改 什么呢 Step Number -Event 它等于一个 Change -Step Number -Event 这个字符 我们就在这里 把这个事件 干什么 是不是可以抛出去 那 Change 它 抛到哪里 给谁抛 永远给 Document 抛 并且这个Event 当中 你需不需要有一个 Date数据啊 需不需要有一个 Date数据啊 是不是需要有一个Date数据啊 是需要有一个Date数据吧 反正我们需要有一个Date数据 这个Date数据就等于哪一个呀 上面你传进来的什么呀 Date 是不是啊 并且呢 还要放入一个当前你修改了以后的值 你修改了以后的值 然后对Document Document.DispatcherEvent 抛出这个Event 那么这个就做好了 这个就做好了 我们来尝试一下 来尝试一下 在上面这一块 我们在这里执行Init 然后底下这一块呢 我们做一个真听 真听 Document.Event 判断 那我们上面那个 它的事件 对不对 判断事件以后 Change Number Hander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如果执行这个事件真听以后 我们这里能不能收到 谁被点了 一点Date 还有什么被修改了什么 多少 是不是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这些数据吧 这有这些数据吧 然后我们在这里 没有 是不是没有创建的时候 没有把那个数据传进去 对不对 这个我们创建的时候 把这些数据传进来 那么我们就在上面 把这个Div写在什么地方 写在上面 写在上面 这块写一个Div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创建数据的时候 我们没有购物车数据 是不是没有购物车数据 现在先传谁的数据 假装他的数据 行不行 行不行 假装他的数据传 来我们看一下 当我在这 这是不是所有的 这个是对应第一个 这个是对应第二个 这个是对应第三个 这个是对应第四个 对不对 然后底下还有 是吗 现在你看 我修改这个 我点这个啊 点这个 那对应的应该是 邦宝石这个 你要不识 一点 看 是不是邦宝石 你要不识啊 是吗 然后是不是修改多少 二是吧 我再点一下 我再点一下 修改多少 三 还是邦宝石 你要不识是吧 我修改65 是不是邦宝石 修改成65了 我修改这个 修改成23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 鼠标 修改数量多少 23个 这是不是刚好就和购物车当中那个商品 干什么呢 对应上了 我就知道要修改谁了 是吗 我就知道要修改谁了 OK 好 这个 就完成了我们的 STARMEMBER 这个写的还是比较简单的 为啥呢 因为 我们还没用ES6写 拿ES6写 那里面就要给它变化一点 写出来就更好一些了 我们永远记住 我们写的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干什么 独立的 因为只有独立 它才能应用到各个上面去 它才能在使用时 加减时 都会报给谁啊 报给外面 那不单纯是一个input的概念了 而是一个组件的概念 听清楚 这是一个组件的概念 OK 好 这个要求大家自己去理解了 我还没写成那个 还在给你翻滚啊 那效果 那这个玩意就更多了 对吧 好 我这个内容就讲这么多了 我来说 我来说 你很想好 我来说